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功夫以这两大宗派为代表 以中国的秦岭淮河一线为分界 总共有太极 行一 八卦 红拳 通辈 八极 戳脚 永春 这几大名门 它的内容非常庞杂 而且他们的武术体系也是博大精深 但是不论怎么精深 怎么庞杂 它都有一点是必须的 要想成为一个武林门派或者一个权种 它必须要有刀枪剑棍 撒兵器 以及相应的训练的功夫套路 以及对应的基本功和权力圈法 而上述这些要领 缺一不可 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重点聊聊永春拳 永春拳呢 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相传来自福建 莆田 南少林 是中国著名的南方权种 而永春拳呢 它的历史一般来说是师徒口耳相传 它不写下来 所以它没有特别多的历史文献作为参考 因为据说是永春拳实际上是南方 当时他们在一些结社组织用来反清复明 时候所传授的武功 所以一般来说也就不方便写成文字保留下来 永春拳他相当低调 与其他的武术门派的高调相比 有很大的区别 永春拳呢 他一直没有掌门人 也没有其他的那类职位 也没有什么大徒弟二徒弟 当然了 他也没有其他门派中那么严格的规矩 你连掌门都没有 哪来的这些门规呢 所以他不招摇 也没有武龙武师之类 也不会以门派的身份来出席一些其他的庆祝活动 比如说对方哪个门派成立了 哪个武馆开业了 他作为代表全去庆贺 这里是从来没有 所以呢 永春拳他以往只是南方一些少数的富家子弟 才能够有机会学的武学 所以说 从刚才我们所定义的方面来看 永春拳呢 他并不能算是一个门派 他只能算是一门流传在民间 只有少数人士才拥有的计辑手段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他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看过真子丹和梁朝伟他们分别主演的电影 《夜问一》《夜问二》《一代宗师》 当然也包括《夜问前传》具体主演 我记不上名字了 我们都知道他是广东佛山人 后来呢 迁徙香港 所以我们的永春拳的介绍也主要以夜问这条线为主线 永春拳呢 刚才我们说过了 他是流传于中国南方的一个代表性的拳种 他实用积极性非常强 因此 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既然说口耳相传他的起源 那么他的起源有非常多的版本 据我这边搜集的资料来说 总共就有六大版本 但这六大版本中比较靠谱的是这样的说法 他是南少林的敌传武功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来自于福建南少林 永春这两个字为什么这么定名呢 并不是少林寺的僧人定名的 而是纪念他的创始人 严永春祖师 严永春是哪里人呢 广东人 他的父亲叫颜二公 实际上是做豆腐买卖的 也就是卖豆腐 买豆子卖豆腐的 他从小呢 被送到了南少林那边 跟的是舞梅师太 学习武功 在练拳的过程中 因为福建 广东那边林子比较多 所以同时又处于亚日代 蛇多 鹤多 所以当时他能够看到蛇鹤相争 所以从蛇鹤他们的祭祭法则中悟出了格斗的道理 也就是轻快短粹进攻中线 然后他们在这些拳法的戒鉴基础上 同时又得到了舞梅师太的指点 因此创立了自己的拳术 而这个拳术当时他要求他请舞梅师太来给他定名的时候 舞梅师太说既然是你创的 就以你的名字来命名就可以了 因此永春权从这个时候诞生了 逛了几年之后呢 颜永春年方二八 他下嫁给了一个叫梁傅仇的人 梁傅仇呢也是广东人 他们在一块醒亲回老家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夫妻经历了多次波折 然后夫妻感情很好 所以颜永春把这个拳传给了他的丈夫 也就是永春权的第二传 不能叫第二代传人 叫第二次传承 这个时候时间应该是在嘉庆末年 也就是大概到了鸦片战争之前的时候 而梁傅仇呢 他与红船中人 什么是红船呢 也就是游历在中国南方那些大江大河上边唱戏的艺人 北方的话 他们是那个戏班子 走马 乘马车的 南方这些唱戏的艺人 他们是乘船的 所以叫红船 他与这些红船的灵人交好 因此经常在红船上边饮酒论戒 有哪些人呢 有叫黄花宝 梁二T这些人 因此与他们交好 而这些灵人 他们本身呢 本来是戏子 也就有一定的功夫 舞蹈的功夫和武术的功夫 因此为了便于他们的防身 防止当时的海盗 河盗 或者是陆林水鬼 所以黄 所以梁富仇把永春泉也传给了他的这些好朋友们 因此这就是第三传 当然了 人家来传给你武功 这是一个大的人情 你总得还点什么吧 戏子是没有多少钱的 怎么办呢 我再把我们所学的棍法交给你 因此红船中人 梁二T或者是他们把他们在船上所练的六点半棍 棍法又回传给了梁富仇他们 所以他们在这个随着红船漂流或者是旅行的这个过程中 他们互相交流了武功 互相进行切磋和融合 最后他们把六点半棍这个棍法融入到了永春泉之中 而梁二T黄花宝他们变成了永春泉的第三次传承 好 说完了永春泉的几代传承之后 接下来我们回到叶问这支的主线上 也就是我们先从叶问的师爷开始讲起 也就是他师父的师父 梁赞 梁赞是福建人 福建古劳镇人 但是他市局广东佛山 他是一个医生 专门开了一家药店 因为药店人来送往的 医术高超 再加上他喜爱交友 所以人缘也比较好 同时他不仅行医 而且习武 他跟随刚才我们说的黄花宝练习过永春泉之后 刻苦钻研 所以在永春泉在晚清时期在福建岭南地区生育周珠 但是因为他还要开店 他也每天还要行医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广授门徒 所以在永春泉在他的时代并不是特别的兴盛 虽然名气很大 所以得到他真传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只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徒弟 哪两个儿子呢 梁春和梁碧 徒弟是谁呢 陈华顺 我们如果是看过叶文前传的同学都会知道 梁碧和陈华顺这两位人物对于叶文来说有多重要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陈华顺 陈华顺他实际上也是广东佛山人 他叫找钱 就是他的职业是找钱 什么意思呢 对方有整了银子 整了金银 他来给人家找零钱 在这个找的过程中会有损耗 或者说是会有一定的所谓手续费 他赚的实际上就是这个 有点类似于乡下的流动银行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找钱华 他因为是经常要给 因为他从事找钱这行业 所以经常要去药店那边 所以就遇上了赞先生 经常在那边练习永春拳 然后在梁赞去世之后 他也就是陈华顺 正式开始教授永春拳为业 因为永春拳他的练习并不像是少林拳那样 可以带着师范 师范熟了之后 你就可以正式出师了 他需要有大量的吃手练习 也就有点类似于太极拳这样的推手 他是怎样做呢 两个人互相搭上手之后 这样来互相来改之 而这些动作是需要两人互相搭配 需要师傅一个人 一个人在那边手把手的去教 所以由于每个人他的精力和体力是有限的 所以也就证明了这种权他没有办法大规模的传授 所以他也就没有多教 另外 陈华顺先生他家境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在收徒的时候学费收的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也不是一般的那些人能够教的 所以能够学这个的一般来说得是富家子弟 有钱 有闲 有时间 所以这个权当时还有个称号叫少爷权 你只有说是富家子弟那些少爷才能够消费得起 所以在陈华顺时期也没有能够广为流传 因为陈华顺他自己的徒弟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留下来的能够把他权术传承下来的人实际上也就了了四五个人而已 其中比较著名的在叶文前传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是吴忠苏和叶文 当然了还有陈华顺的儿子 在这里的话我们并不多讲 但是将永春泉发扬光大的 还得手推叶文 叶文呢 我们在看一代宗师的时候 梁朝伟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他家里边是产业非常大 所以他也自己也不用出去工作 但是叶文因为他是家中的独子 在出来之后 在年少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在七岁之前体肉多病 所以在七岁的时候 投到陈华顺他的门下去学习永春泉 期望是强身健体能够延续相互 而陈华顺因为觉得叶文比较聪明过人 而且又勤奔好学 所以亲自来教 而经常的话跟叶文两个人的话在手把手练手 将那些永春泉的奥妙一一的向他点破 然后叶文呢 在他七岁之后 到十五岁 这段十二岁这段时间 五季得到了大禁 但是因为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 疾病缠身 所以很多犬是由他的大师兄 也就是吴忠肃代交的 而叶文随着吴忠肃练了三年永春泉 那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岁了 他父亲因为是经常在外跑生意的 把他送到了香港 也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盛提示范学校 那个教会学校中去读书 正好呢 在香港又遇上了当时同样在开药店的他的师爷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师叔 梁碧 也叫先生碧 跟着梁碧学习改良过之后的永春泉 然后技术更为精面 在他毕业之后 他和叶文回到了佛山 当时日军已经攻占了广东 叶文在伪政权中实际上担任过警察局的局长 副局长一职 所以实际上他也在伪政权中的话做过事 所以在建国之后 他为了躲避这方面的追究 所以他迁徙到了香港 所以在一代宗事中 我们看到说是1950年的时候他跑到了香港 然后经过叶文的朋友的介绍 他在所谓叫港九职工饭店总会教授永春泉 然后到那个时候 也就是他1950年的时候 他才正式开始了交权的生涯 在他的教权过程中 比较知名的弟子的话有非常多 但是比较首推的有两个 一个叫黄春梁 也就是俗称的讲手王 就跟别人打斗也好 切磋也好 释手也好 从来没败过 而且另外一位流行于世界各地的 那就是国际功夫巨星李小龙 所以 而李小龙他的自传中讲述过 他得到叶文的栽培之间 系统的学习过永春泉 因此也使得永春泉名扬天下 而叶文推培养出来的大量的徒弟 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李小龙这块招牌 使得永春泉在叶文手中发扬光大 因此他的武德 他的人品 以及他的贡献 让世人称赞他为一代宗师 好 说完了永春泉 他的一个传承的历史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永春泉 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永春泉 他是一个集内外加拳法于一身的拳术 我们在视频中也好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永春泉 感觉他打的时候都是拳拳倒肉 这样很过瘾 但是呢 他在练习内部的练习时候 实际上还有内部的心法 以及呼吸的功法所在 实际上他是一个讲究气和力 同时协作的过程 他准确来说 他是一个内外相结合的拳术 他立足于实战 招式呢 简练灵活 而且叫短桥斋马 什么叫桥 也就是南方武术中所说的胳膊 也就是桥 所以叫做原则打 讲究要不动走原则打的时候 一般的说都是上半人 前臂 小臂 以及手上动作为主 马布是一个窄码 也就是二字前洋码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然后呢 他擅长发的是叫短桥寸进 也就是我们听说过李小龙那个最知名的拳术寸拳 在寸许之间 些许发力 因此他主要流传的地方并不是南方 因为这些地势并不是特别开阔 然后巷子弄它比较多的地方 因此主要就是在广东 福建 以及最后传到海外 香港 澳门等地 还有台湾 这些地方比较多 永春拳的支系流派 虽然说在这些省内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他按照地域划分的话 流派还是挺多的 像广州永春 佛山永春 香港永春 古老永春等等 其中佛山永春是香港永春的前身 因为叶温本来是佛山人嘛 他最后的话把香港的永春 他到佛 他原来是跟随陈华顺炼权 所以当时的话是佛山这一支的特色 后来到了香港之后 又跟梁碧在学习的时候 又加入了新东西 所以香港永春跟佛山永春东西 实际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古老永春实际上是 叶温的师爷在晚年退休之后 又回到古老去 把动作更加精炼之后的结果 但是不论哪支的永春拳 他的权力拳法 包括练习的套路都大同小异 主要包括什么呢 而且前牙马 就是刚才的图片 还有日子冲拳 就是这个 包括小念头 寻桥 标志 三大套路 吃手 两人的对抗练习 还有牧人装 然后对抗 就是练习 与格斗者 距离 以及练习 手上硬度 这样的方法 还有器械 八斩刀 六点半棍 等等 我们看过《少年英雄方式玉》这部武侠的电视剧 张伟健主演的 我们知道在电视剧中 严永春她是一个女性 那么女性在练习武术也好 练习拳术的时候 就不可避免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她力量不足 比如说她体力不够 那么为了自卫也好 防身也好 那么她练习的拳术必须得是短小精开 你套路不能太多 否则你体力跟不上 而且还要遵循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 所以他们在练习的时候 要讲究套路要少 动作要小 然后要重视以巧破拙一柔克纲 因此在永春拳练习的时候 一开始就遵循这样的特点 守护好自己的要害 来打击对方的中线要害 刚才说完了永春拳 她所有的积极特点和要领之后 我们再说一下永春拳中 她比较知名的一些动作 能够让你在了解之后 看到某些动作就知道 哦 她原来是永春拳的东西 首先首推的就是日子冲拳 日子冲拳是什么呢 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讲过 拳是什么样的 利拳 拳 拳指放在食指 中指的旁边 所以打出去的时候主要利点在后三指上 而后三指的 形状它和汉字中的日子很像 所以叫日子冲拳 打出去的时候 一般来说要从中心线的位置打出去 而三星拳也是日子冲拳的一个变种 它实际上是加入了腿上的动作 以及腰上的动作 主要来说是这样做的 也就是一个连环的冲拳动作 包括像一代宗师中所说过的 你们永春就三板斧 瘫 把 斧 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按压 防守 以及戳击或者是防守格兰这样的作用 然后刚才我们也聊到过 它的套路动作主要也就是三套 每套动作的话也就是二三十个动作 主要就叫小念头 基本功的练习 寻巧 也就是找寻对方胳膊 以及感受对方力量的练习 以及标志锻炼最细节的戳击 或者是其他腿上东西的套路 然后最后是气线 八斩刀和六点半棍 刀身长度并不长 只在刀剑地方开刃 一个是保护器材的寿命 另外一个是讲究练习的时候 动作要小 点击或者是杀伤力要准 而六点半棍有点类似于枪法 也就是它实际上最早起源于船上称号用的棍法 主要就是用扫机戳点这类动作来达到杀伤的效果 永春拳到现在为止流传已经非常广了 其中在现在比较知名的代表人物的有北京这边王志鹏老师 还有李恒昌老师等等 在北京这边也有北京永春拳会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而且永春拳已经从民间流传到了海外的各种部队之中 其中包括美国的海豹突击队 还有德国的特种大队都有练习 因此说永春拳的发展虽然说它时间很短 但是它的前景以及它的现状都是相当出色的 好 关于永春拳的介绍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